就進入大球場 很多人 很熱鬧 基本上真的爆 在外國你才會感受到 你說爆場 我說不行, 看看是什麼賽事 然後這個賽事原來就是 當時吸引我一個非常簡單的項目 對我來說, 因為我自己是田徑人 我說原來拿著球跑就可以了 拿著球跑, 放下就得分了 對 好像金剛才 好像很簡單 對, 你想想, 七個對七個 整個足球場這麼大 拿著球就這樣… 就進入球了, 就這樣就完了 當時有這樣的衝動 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告訴你 今天我們這位嘉賓 我希望待會站在他後面拍一張照片 因為他一定遮得住我 跟大家介紹香港籃球運動員, 姚錦成 大家好… 第一年代表香港隊打香港七人籃球賽 其實我們意義挺大的 當時是我們香港建造這個能盾的獎 然後是香港隊取得了 也不知道是一個好事還是不好事 一個盾是欠第九名的 然後最後, 我說最後一屆 我就跟觀眾說我是最後一屆打香港七人 然後又贏了隊友 幫我贏了銀盾的冠軍 其實一個首尾… 其實籃球過去都是比較以外籍的球員為多 為主是關幹的 其實你也算是少數, 以前只有你一個 但近年好像多了幾位 其實都是好事 多了我們香港的本土, 即香港人 他們都說一起參與這個事情, 對吧 是… 現在今年很開心的 因為我說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因為很想有很多華人升上來 跟我去代表香港隊 因為我年年都好像說 又是成, 姚錦成, 又是成 然後又是, 幸好 來後來就說是李卡道 起碼也有人說 原來還有華人上來 是, 麥桂聰一樣 對, 之後又說 這麼久就開始來了 麥桂聰又上來 其實很開心 可以不單只提到姚錦成這個名字 可以又聽到李卡道, 麥桂聰 都是華人來的 其實我很開心就是… 承傳下去了 我堅持了這麼久 就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我不想讓人知道 籃球只是外國人的活動, 在香港 就開始要有一個華人站在那裡 讓華人知道 原來真的還有華人可以打倒 這個項目不單是外國人 就給他們信心和歸屬感 原來我都可以玩這個項目 我就不斷在這裡堅持這件事 其實第一, 我做到的 我個人做到的就是剛才所說 如果在隊伍中一定要有華人 給家長說服他們 在這個運動是有華人 讓他們有親屬感 還有覺得這個運動是有華人可以打倒的 所以你堅持在這裡 對, 我堅持在這裡 第一 第二, 其實我覺得… 是另外阻攔的力量 就是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一個contact sport 就是一個碰撞性大的一個項目 這件事, 家長就會比較考慮得多一點 會考慮得多一點 還有, 其實我覺得… 可以在這裡說的 所有家長說的其實都放心的 籃球是一個非常安全的一件事 其實看我自己就已經證明給大家看到 我其實很少傷患 因為很多 sport 其實都可能… 傷患… 對, 其實籃球你那些轉的一樣是很多的 足球一樣 對, 還有我們是會令到你們的小朋友 要有安全保護自己才讓你們去比賽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給大家一個訊息 其實我都… 一定都不斷在宣傳 其實這件事是要… 不要只看眼前 你真正讓小朋友去感受才知道 還有, 要讓他們成長得快些 或者去克服那些困難 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項目 教練現在都已經是要拿很多的資格 才可以做教練的 因為之前的教練就有機會 可能沒那麼成熟之下 就學過就去教了 那現在一定要有高級才可以教 教練很重要的 因為教練直接對著你們的小朋友 對著球員的話就要保護他 不是每次都說 你行, 去打, 去做contact 一來就比賽的話 肯定傷 這個我是包的 所以現在很多保護就是令到 那些教練有這個知識之下 才能保護球員 球員之後就學了一切就立刻保護 雙重保護之下 就會很少傷患或者很少受傷 去發揮他們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在香港已經很成熟 籃球是有空間在香港可以再拓展得好 是, 因為我們的香港7en 搞得這麼成功是一定有原因的 我們看籃球有一些城市化的感覺 但其實怎樣可以做到普及化呢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空間 對於接下來的亞運, 你自己的寄望是怎樣 香港隊 其實我們都想衛免的 我們想衝金的 因為我自己如果可以入到或參與到 我也想有一個完美的機構 上一屆我們取得冠軍 今次我也想取得冠軍去一個完美的機構 是 所以我也想努力衝賣這個亞運 如果我進不了 我也希望我的隊友為我去爭取冠軍回來 就這樣看不出了 但我被制裁會令你也想要 我們回到決定了 都是只有一個人是 老人是有感覺 無門的 我要在任何人用身